人气女王小S自胖达人事件爆发以来啊 不但主持的康熙来了收视下跌 就连代言活动呢也有所减少 看来明星精英副业真得保持着12万分的谨慎才行 否则再大的腕也有可能被拍在沙滩上 10月19日成绩多时的小S现身北京 真的像传言所说 小S如今体重暴跌状态下滑吗 一起来了解一下 当天的北京气温不到20度 但小S还是努力配合品牌 只穿一件紧身连衣短裙亮相 原本就很苗条的她看上去更显纤细 报道称小S目前的体重还不到80斤 说作为一个完美女性 自己会不会觉得很累啊 一点都不累啊 我的完美是天生的 不是装不出来的 一直是在打斗的时候 王日琳压力值的小S被动的说话都打磕板 因为我来北京之前 就有人跟我说 北京很冷你要多穿一点 我说明明这些18度会多冷啊 所以我自己觉得 不好意思这样 近来深陷胖达人事件的小S 最近屡屡传出因为形象受损影响代言 这也就不难理解当天小S 顶着低温半美丽动人 为的就是讨好商家 S我们俩翻过位置好不好 我帮你挡一下风 其实因为你穿太美了 不然的话我就脱衣服给你披一下 可以吗 可以吗 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 我愿意 老板OK OK吗 OK吗 OK啊 不知道客我多浅 因为它真的是有点冷 我觉得会有很多冷 抖个样子也不好看吧 过去的两个月里小S备受煎熬 从最开始被曝光胖达人面包 加入人工香精 到该案涉嫌欺诈罪 再到被警方约谈 胖达人事件一路升温 10月11号被检方约谈当天 小S更一度被拍到面色沉重 严犯泪光 如果我们翻看这位代言天后 此前出席活动的画面 不难发现眼前的小S状态 也有些不如前了 当天小S确实比以往保守了许多 活动主办方还临时通知 取消采访关节 直到活动结束 小S也没有接受 任何一家媒体的采访 而是选择匆匆离去 小S姐说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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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S姐说一下是真的吗 小S姐说一下是真的吗 小S姐拜拜 我也没用手 之前小S作为证人被约谈 使声称自己对胖大人 添加人工相亲一事并不知情 但是目前关于小S言论的真假 检方还在调查当中 新日在线北京曾经报道 其实呢 我觉得小S已经是很强大了 面对那么多的纷扰 还能够展现出最灿烂的笑容 所以呢 也要祝他好运 组线 请 cloudy 请